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基 你来看看这个 洛神 对啊 这个金麒麟摆件对应的就是洛神 但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名单有点晚了 晚了 什么意思 两周前吧 案流给我发了个邮件 说是近期要在清城市举行新一期的无实物拍卖会 无实物拍卖会 就是先发个假的拍卖单 附上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 才能见到真东西 因为买家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有假面舞会做幌子 来隐藏地下拍卖 案流一直这么干 这个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啊 两天之后 评论过《凤 yüz演代价》 看 用马亚的抖发 评论 Pas persons 然后我们在 prev il sereo ер秀 你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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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的 童专专专业看一下 其实 debe的 文姬 你来看看这个 洛神 对啊 这个金麒麟摆件 对应的就是洛神 难怪先生要这份名单 你说 先生会不会来到拍卖现场吗 戴先生 来 您知道这次拍卖会的具体地址吗 邮件里没写 只是附件里有个邀请函 暗留的诸位尊贵客户 我们好久不见 这次邀请你们来 规矩和之前一样 确定参会者 仅在邮件里著名的参会时间前 到达举办地侵程时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 回复邮件里 请注明你们在 侵程式的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 届时 主办方会安排车辆 接送大家到达会场 最后 希望各位在本次的拍卖会上 都有所收获 这 这 这也看不出什么来啊 对吗 等一等 等等 你看这是什么 写的什么 我截图看一下 这是个倒影 翻转过来就能看清了 这好像是一个酒店的 微信密码和名称 这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 通常来说 酒店的微信密码 都是由酒店名称的缩写组成的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字幕 去找到这个酒店 那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酒店 我查一下 清潭假日酒店 清潭假日酒店 的 世纪 酒店